好,這一節產業消息我們來持續關心 現在在美中的對抗的大格局下 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美國商務部呢,頒布新的規則 美國半導體業者接下來正在將他的中國企業 都從他的供應鏈中全部都剔除 裡面不能再有中國的供應鏈了 另外呢,這個規定也非常嚴格 就算你是非中國的一些供應商 你也不能擁有中國的投資人或者是股東在這個裡面 那現在呢,我們來看到企業的部分就動起來了 先來看到的是這個美國的半導體加工系統製造商 威科一氣,他已經開始要求了 你的合作廠商要立刻停止向任何新的中國供應商採購 同時在2025年底要逐步解除 跟所有現有的中國供應商的相關合作 好,另外兩家知名的美氣 還包括了印材跟柯林集團 也開始動起來了 通知他的合作廠商要來汰換中國的相關供應鏈 我們看到現在這麼多家的美國半導體公司都動起來了 要把中國廠商從供應鏈完全的去剔除掉 現在全球化又這麼的發達 但是真的有辦法做到 把這些中國供應鏈都排出去嗎 Russ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是時間跟錢的一個問題 要看你願意花多少錢來供應鏈供應鏈供應鏈 美國明年新政府上來之後 要看他們願意投資多少個資源 在這方面 然後他們對企業界有什麼樣的說服力 我相信川普的幕僚非常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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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个人的focus在那边 但是像这个供应链的问题 我认为川普会把这个问题 交给幕僚团队来处理 而且幕僚团队对中国是非常强硬 所以我真的认为在将来四年 我们会看美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会有各式各样的政策出来 好 所以现在看起来因为川普 比较有可能会当选 那听起来这个幕僚 未来对中的态度 包括对中国供应链的态度 都会更加的鹰派 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处境 我们看到中国厂商也赶快来动起来了 中国厂商也寄出了这个反制 来面对美国的各种科技限制 那他着重的就是在这个 控制原料的出口来进行反制 我们来看到中国国安部 在11月4号的时候 这一天特别指出说 他最近在处置一桩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因为中国近年 有人企图将他的家运送出去 好 这是中国的部分 那同样是原物料的这些重要大国 还有东南亚的国家印尼 大家也非常的熟悉 印尼的新总统普拉伯沃 他最近说接下来要来访问中国大陆 大家还在看说目的是什么 但是其中对国内自己的政策 也跟中国大陆一样 针对了这个原物料的出口 开始做了更多的限制 主要是针对自己国内的12种的矿物 都来做出口管制 所以我们现在看中国现在要来做反制 他靠着原物料出口 依靠这个控制住就能够对美方来进行报复吗 那中意你因为这个目标看起来有一些些的类似 有没有可能会一起来做合作 来对抗西方 赵老师又怎么看 我先这个问题跟刚才你问Ross这个问题有点关系 我不相信这个 因为这个会逆全球化 你想要做到 就是说你用贸易作为工具也好 你包括你也细有金属 这些你作为一个工具来 展开一场所谓贸易战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难 因为你供应链基本上是环环相扣的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川普上来以后 他会往所谓孤立主义去走 我不太相信这个东西了 因为今天的世界跟过去门罗主义门罗总统 当然今天就是我刚刚讲环环相扣 一个产品出来的话 它里面有多少的国家 有多少的成分在里面 不是一个国家它能够独断地独行的 刚刚你刚刚就提到那个问题 印尼最明显的印尼产孽嘛 对不对 对 孽大 印尼跟中国主要是稀土啦 包括还有T 中国是这个最比较重要的 跟现在所谓的很多的产品啦 半导体也好 晶片也好 包括电动车什么都有相关的东西 那你想印尼跟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比较 可以说原物料比较丰富的国家 你想利用这个东西要结成联盟来对抗西方 我个人觉得难度很高啦 那美国方面它当然也做过准备 那美国它也是一个物产很丰富的国家 对不对 我们到美国去我们看到这个光是加州一个地方的它的蔬菜 全美国它吃的够用了 所以美国它也做这种准备啊 它可以你印尼也好你中国也好 你如果对它对这个采取一个联盟来抵制的话 美国可以从别的地方来买了 所以我不认为它将来会拿这个 当然你现在看起来就是 反正你有你手上握有 比如说你有高科技 那我有原料嘛 大家来拼一拼的 到最后两败俱伤了 我一直相信全球化像是不可逆转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现在看起来大家都在气头上 而且想拿这个作为一个工具 世界国际政治的历史 葵伯兄他也是专家了 告诉我们啊 采取经济封锁也好 采取贸易制裁也好 能够成功的例子是非常非常的少 非常非常的少 你不要忘了当初这个六四的时候 你记得西方国家想要采取制裁 而日本就跟着 第一个也是采取制裁 可是第二年呢 海部郡署当时日本首相 那是第一个访问中国大陆的 你要采取制裁 要所有国家采取一致的行动 光你一个国家要采取制裁 采取抵制这种可能性并不是那么大 好所以要采取 尤其是全球化的世界下 要采取这个孤立主义甚至是保护主义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如果要采取的是联合对抗 这看起来有没有可能 现在是说因为中国它拥有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稀土储备嘛 那也特别掌握了加工跟全球九成的经验能力 那西方的部分我们刚刚说要联合对抗的话 总可以了吧 美欧美国跟欧盟的部分 他们成立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 那中国就称为在金属北约 我们来了解一下金属北约现在的成立 到底有没有办法来对抗中国大陆 现在呢 是说金属北约已经有15个国家建立 一开始的时候 那这当中还包括7个工业大国 这当中几个国家念出来 欧盟澳洲挪威瑞典芬兰韩印度等等 但是到了2024年之后 这规模又在扩大 9月份扩大它的名单 又再加上了包括东南亚国家 菲律宾啊 还有其他国家像是港国多明尼加等等 这样子就可以来一起联合对抗中国大陆吗 老师又怎么看 这个金属北约的词其实蛮好玩的 因为金属北约表示它是一个稀有土壤 或者是稀有金属的一些开采国 或者是加工制造国的联盟 那联盟总有个针对的对象嘛 应该讲同盟 还不能讲联盟 同盟的那针对对象是谁 以前的北约针对就是华沙 华沙公约组织嘛 那金属北约难道它针对的是以中国大陆 俄罗斯 甚至是包括像巴西等等为首的这些金属华沙吗 没有这种事情啦 我觉得金属北约只是新闻上听起来一个比较有噱头的一个说法 而且金属北约它其实我个人判断 它不是要把中国大陆逼到墙角 而是减少中国大陆现在在稀土市场 还有这些稀有金属的这些市场的采购开采 还有包括加工精炼等等的影响力 因为中国大陆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这个电视背板上面讲 它确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优势 所以这个金属的北约 当然有美国或者像欧洲的一些 像德国等等的一些 也算是稀土的需求大国或者是金链的大国 但是它里面还有些国家 难道它只参加这个所谓的金属北约 而不会去跟中国大陆合作吗 这不太可能 譬如说刚果 我举个例子 它难道就只选了美国不选中国大陆吗 所以它不是像过去北约就参加我北约 就跟你华沙是对抗的 金属北约就算它叫金属北约好 它的成员可能也可以跨足两个不同的同盟或联盟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影响力 当然因此会受到一点影响 但是不会像外界有些人认为说 中国大陆完蛋了 遇到美国又开始拉夫结伴了 然后要去针对中国大陆 最后我想讲的就是说 其实这个金属北约或金属的同盟 它其实少了一些重要的国家 譬如说沙尔地阿拉伯 沙尔地阿拉伯它最近不只是在开采 它还包括在一些它的整个的购买等等 它希望是全世界的前几名的这种大国 然后它还有包括它的这个叫做 国湾叫做海湾合作委员会等等的 它们在里面的这些合作 还有包括其他中东有钱的国家 阿联酋这些 这些的力量不可以阻止 它没有跟中国大陆关系 这没有叫做马丁 今天陆AS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